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Minkipedia 史段 今天我要为大家科普什么呢? 双离合器变速箱 讲到这个 Dual Clutch 也是双离合器变速箱 其实很多人是对它又爱 又恨 又怕 也因此呢今天这个影片我就决定为大家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 Dual Clutch 的点点滴滴好了 那因为它的操作方式的关系 很多人就以为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是自排变速箱的 其实 No no 不是哦 这个 DCT 它和普通的这个 Automatic 的操作原理 其实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啦 它们唯一相同的就是它们是压箱 但是相比起 DCT 呢 Automatic 也就是自排变速箱 它多了一个被称为 Torque Converter 也就是扭矩器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早期因为它的运转方式会带有滑差 影响到这个传动效率啦 所以在输出方面会有所损失 在以往这个 AT 它只能保留到大概 80多巴仙的这个传动 也就是它的这个动力 在这一方面它的落差是有点大啦 不过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近期的这个 AT 呢 已经可以达到 94% 左右的这个传动效率啦 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是进步了很多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啊 我要讲的是因为早期的这个 Automatic 有这一个问题呢 所以才衍生出了双离合器变速箱 相比之下呢这个双离合就没有 Torque Converter 而是直接在手排变速箱的基础上呢 使用两个离合器 加上一个负责采Clutch 换挡的这个液压执行器 与整个牙箱配在一起 简单来讲它就是电子板的手排变速箱啦 在这样的模式下呢 工程师们就成功保留了高效率传动 同时又不需要驾驶员自己采Clutch 换挡的这个需求 重点是它换挡还很快听 那其实这个No Clutch 也就是DCT 的概念 并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来的 它早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有了 但是直到80年代才被Porsche 采用 也就是这个 PDK 跑得快的主线了 不过在那个年代电子技术还不够紧 所以这个跑得快的主线呢 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 而且是那个时候负责采Clutch的这个 液压执行器 它的结构很大因为这个电子 技术还不够成熟的关系 占用了很多位置 所以在那个时候会使用这个变速箱的都是一些比较警操的超跑 还有塞车咯 那直到2000年代 Volkswagen 也是我最爱的Volkswagen 才成功研发出体积比较 适合量产车的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也就是传说中的 DSG了 后来呢也就越来越多车企开始使用这款变速箱 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 DCT 的好处说起了 那为什么这个DCT加速会那么有快感呢 这就要从它的结构说起了 因为这个DCT 是有两个离合器的 并且分别有自己专属的 磁轮组 还有这个input shaft 也就是输入轴 同时呢 照顾这个单速的档位 以及双速的车位 也就是135和246 好像大老婆小老婆这样子吧 它会快会爽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可能你在一号档的时候啦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双位速的离合器 已经是在Standby Mode了 咬住这个二号档 有点像背台这样子啦 那当PCU判断是时候换压的时候 二号档就会马上takeover 这一方面是比这个F1的pistop还要快 也因为这样的工作方式啦 所以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传动效率的流失 会比较少 重点是喔 它相比起那些高性能的自排变速箱啦 在结构方面是简单很多 重量也就少了很多 所以不只讲究速度的性能车款用DCT 就连一些要轻要省油的车款 也开始使用这一款变速箱了 但是 但是 可是 也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操作原理啦 所以这一款变速箱 它拥有一个设计上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讲是缺陷啦 这个缺陷啊 差不多让当年的这个Voxtragan 差点 消掉 包括车主们也差点消掉啦 那这个缺陷其实也不完全关 这个变速箱的事 而是使用者 还有在环境 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啦 也算是它的一个坏处啦 其实也可以讲它的这个执行器 在现今的技术上还不够AI 不够班奈的意思啦 为什么叻? 我刚才是不是有讲过其实这个DCT就是变质版的手排变速箱来的 如果你有开过手排你应该会知道啦 在踩Clutch 换挡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啦 Clutch 它其实是会耗损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烧Clutch啦 以前我们每次都会听到老人家讲 阿Boy啊 阿哥啊 你在交通灯的时候不要踩住Clutch进一号牙灯 原因是什么叻? 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时候其实你的Clutch 是属于一个半结合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Half Clutch啦 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你的离合器 是一直在做工 一直在摩擦 还有耗损的 OK 那我们就讲回这个双离合的操作原理 刚才我有讲嘛 当它这个一个Clutch在做工的时候 其实另外一个Clutch 就已经在Standby mode要接手了 是不是 那这个Standby的Clutch 其实就是在做着Half Clutch的动作了 当然如果你是在普通路这样子普通快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Half Clutch 只是一下子罢了 和普通的这个手排车是一样的 基本上耗损是不大的 不过问题就在于 我们这里是有City Drive 有塞车 那种走停走停这样子的路况啦 如果在这个时候啊 你是开着手排车 我估计你都是 stay着这个一号牙 然后一直向前 这样子 这样子走 是不是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啦 这个双离合器 负责踩Clutch 换牙的这个执行器 Volkswagen 的Term是叫Mechatronic啦 这个东西呢 它在这样的情况下 并没有那么聪明会这样子做 就有点像指南这样子啦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 爽离合的车主 都以为自己开着Auto车嘛 不用换牙的嘛 塞车的时候嘛 踩帮那个brake 这样子一点一点 这样慢慢向前走咯 你是很容易啦 不过这时候你的这个变速箱就辛苦咯 那个执行器啊 刚才我讲的这个Mechatronic 为了让车子能够平顺的 做到这个动作 带给你更多的舒服啦 给你更顺的感觉啦 它就一直 1 2 1 2 1 2 这样子换牙 然后两个clutch也是拼命 一直在standby 一直要接手 这个时候啊 其实两个clutch 都是在做这个half clutch的动作 一直摩擦一直耗损 长期下来你的这个clutch 就提早收工 简短说明 不过最够利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你的这个野牙执行器 在这个时候啊 就好像你的背后的男人这样 一直在OT 做工 一直踩clutch 放clutch 踩clutch 放clutch 进牙 我听了我都觉得很辛苦 那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会产生热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啊 它的这个 高工作量啊 就会产生过多的热量 然后这个热量来不及散热完 就会导致过热 过热了会怎样叻 你的变速箱就故障了 这个时候你的车就坏在路边 也就是传说中 双离合器的车 一直坏在路边的 这个原因了 所以叻 其实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是不会坏的 坏的不是牙箱 而是你的这个离合器 还有就是这个电子液压 执行器了 听到这里 有没有很怕 不塞给 小美 勇敢听 不过厉害的不是我啦 而是工程师们 因为在科技的进步下 然后加上工程师们也是吸取了经验 如今的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技术呢 已经是越来越稳定 在调教方面呢 也是做出了很多优化啦 那其实这个优化呢 就是它变得越来越平顺咯 比喻以前这样的 现今许多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呢 它的电脑啦 在侦测到这样子的一个驾驶情况之下呢 它都不会贸然平凡的在这个 1号档和2号档之间切换 而且哦 据我所知啦 有些双离合变速箱 它好像还是具备这个Torque Converter 来减少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咧 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则是使用这个所谓的Wet Clutch 也就是 湿式的双离合器设计了 那这个Wet Clutch呢 它能够解决过热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 它有这个油压震住 它的这个 液压支行器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Mechatronic啦 这个Wet Clutch早期啦 是会有这个传动效率 比较逊色的问题但是随着 时代和科技的进步 现在的Wet Clutch 在传动效率方面 其实已经和这个Dive Clutch 有的比了 而且相比起那些新人车款啦 其实现在很多所谓的家用车款 所使用的这个Dual Clutch 双离合器变速箱呢 在调教方面呢其实是 不会太过激进 而且是接近平顺的一个阶段 大大减少了这个故障的几率 当然要延长你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 双离合器的寿命呢 其实是有方法的 首先当然是要从自己做起 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Auto车来开 而是把它当作手排车来开 怎样做呢 首先当你在遇到塞车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像开普通的Auto车这样子 只靠这个踩brake来让车子慢慢向前移 尤其是Half Brake 你这样子做呢只是在考验你的双离合器变速箱的寿命而已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应该像开手排车那样 遇到GEM的时候呢把它切换至手动模式 并且把档位锁在一个档就够了 然后根据这个转速来决定要不要换牙啦 多少都可以减低这个过了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要玩的是油门 而不是刹车它吧 嗯 不过勒大家不要听到我讲 把它当成这个Manage车来开啦 你们就养成那个 停下来之前就进N档 滑行的习惯 这一个在双离合器变速箱 可是No No不行喔 坏掉的话我可不负责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等交通灯的时候啦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档位放在N档 不过我所知道的是Volkswagen的这个DHG呢 其实他们的PCU是已经有设计过了 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啦 你只要常踩这个brake 也就是踩到完的时候呢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 那个离合器呢 就会自动Disengage 变成N档 至于其他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我是不清楚啦 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 你怕的话呢 就养成这个进N档的习惯好了 走路别喝路 幸好我使用Bendix Beta跟Titanium 它具备了抗热的衰退 更长的寿命 适合激烈的驾驶 和高载重的驾驶 绝对是你爱车的 必备凉拌 以上就是我这个双离合车主 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小tipsy啦 当然做好这些东西呢 并不代表你的这个DCT 也就是双离合器变速箱 一辈子隔着你不会坏 No No 不可能 因为基本上呢这个离合器啊都是一个有寿命期的零件来的 简单来讲它就是个消耗品 这方面呢它不是说坏 而是像这个手排车这样 就是时间到了你就要更换 这方面我是觉得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啦 所以你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培养好习惯 延长它的这个使用寿命 有照顾好来的话呢 可能lucky 起来啦 你到你卖车的时候啊 你都还不需要换你的这个clutch 好啦那今天的这个 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简单解说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这个DCT有什么感想呢 又或者是刚才我小明有讲错的地方的话 也请大家 可以在下方留言指正我 大家一起交流 这里有送离合车主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和我分享你的心得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啊不要忘记 喜欢这样子的这个 Minkipedia 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